俄乌战争今次衍生出来的问题 乌克兰是世界粮仓之称 你打仗一定会影响到世界的粮食 而乌克兰有大量的粮食出口都是经过黑海的 因为受到俄罗斯在海上威胁 根据统计现在有超过2000万吨的乌克兰的穀物 被困在出口港奥德萨港口的粮仓里面 乌克兰说俄罗斯封锁港口 令到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不能出口 而俄罗斯否认出口不关事 其实乌克兰在黑海水域布满了很多水泪 危及航行安全 为了解决这个世界粮食的危机问题 在这个月的13号 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 在伊斯坦堡举行了一个叫做 军与粮食的四方会谈 俄乌代表 这次的见面就是在三月底谈门的时候 破裂之后这次第一次见面 而俄罗斯就愿意放下其典 和他谈谈粮食的东西 而当时也是达到一些初步共识的 土耳其的国防部长亚卡尔就说 我们看到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包括了会承留一些协调中心 对港口出口出入口就进入一些监控的 另外就会确保这个 这个运达粮食和其他类型的食物的存迫 这个出入会安全 不过有分析都仍然认为 这个协议签订其实会不太顺利 因为俄罗斯可能会趁机 就要求这个西方减轻制裁 谈佩上有一个讨价环架方面的事情 查塔姆研究所这个欧亚资深研究员 比德罗夫也说俄罗斯对于让步其实不太兴趣 因为他们都要向西方让步 这是一种交易,一种讨价环架 隔了一个月,差不多半个月 在星期六,22号,新华社的报道 土耳其,俄罗斯,瓦克兰和联合国代表 在土耳其伊斯坦贝尔举行签约仪式 而达成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斯坦贝尔建立一个联合协调中心 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俄乌双方同意 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攻击这个运送粮食的船只 而伊斯坦贝尔联合协调中心将会由各方指派的代表 对这个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联合管理 包括奥德萨港在内的三个乌克兰港口 开始就会向外运出粮食和花皮了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 这个协议之前就说 那个协议就会解决全球粮食 危机方面发挥到很好的作用 那由黑海外运粮食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启航了 那就说到现在来为止船只从出发到安全运输等 每一个细节都讨论过了 剩下一百成共识 他还强调呢 说相关的协议的实施和监控很重要的 就由这个协调中心执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因为有份搞了嘛 很开心,就说现在黑海上面有了一座希望的灯塔 而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认为 这个是一个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的首份的重大协议 可能以后的和平协议就很大 很压的机会这个达成了 对不对话口未完呢 就在这个昨天23号呢 就 俄军呢 有报道的消息就说俄军呢 就向这个乌克兰呢 就发射这个导弹 就击中了这个 在奥特撒港口附近 他就说港口了 其实应该就是港口出变的 OK 英国广播公司呢 这个BBC呢 就就就就就引述这个乌克兰外交 部的发言人 尼科联科就说了 他说俄罗斯导弹是打 在那打念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古铁雷斯和这个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的面的 这两个人呢 为了达成协议做出极大的努力 而乌克兰对他们很感谢 但是俄罗斯就打了他们 不过这个内地的泰原理工大学的教授 智云教授呢 就对这件事情分析呢 其实他就说 这个协议大家高兴 其实高兴太早了 况且他就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声称 这个乌克兰的港口 俄罗斯对他们封锁 而俄罗斯呢 又说他们报了大量水雷 但是这个问题呢 似乎好像没有解决过 也没有要这个乌克兰拆了水雷 那变成了港口其实还封住的 另外一种种迹象呢 就显示这份协议的 执行呢有很多难题的 正如这个西方媒体所说的 海上出现 只要一次出现爆炸都可能会破坏整个协议的 那这个背景之后呢 在昨天7月23日呢 当地时间7月23日呢 就在协议刚刚签完之后呢 乌克兰呢就 乌克兰的南方作战指挥部呢就说了 当日呢 俄军呢就向这个奥德萨发射了4枚导弹 其中两枚呢就击中了港口 另外呢就两枚呢就被这个 他们的防空系统击落 虽然土耳其呢之前已经说了 经历了一个月的谈判呢 已经签了 20日呢就签了一份叫做四方协议 但其实呢最终呢就签了一份叫做三方协议的 就说他联合国的秘书长副发言人透露呢 乌克兰呢 正是肯同这个土耳其联合国 签署协议而已 那些官员就说他不想将他的名字呢就放在同一个 俄罗斯官员的 同一个档案上面 这样 而俄方也是这样说了 你既然不肯和我不肯签同一个名字 那么我又不肯签 就是基本上在协议上没有他们两个的 的签名在书的 那而且呢乌克兰呢还要向俄罗斯下马威 这个乌克兰总办公室主任 助理这个波利亚 波多利亚克在协议签署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说 不会被这个船隻 不会被俄罗斯呢 为这些混粮的船隻护航的 乌克兰呢港口也都不会有 俄罗斯的代表 如果一旦发生挑釁呢 就会立即作出这个军方反应的话 那换言之呢 就是乌克兰呢 从港口装货开始呢 到这个混粮船洗出黑海 整个过程呢 都不会有俄方参与 那就是双方协议金就没有协议可言 即使这个乌方违约也都不会向这个俄方负责的 只是对土耳其和联合国承担 那这样就说 就是好像 那在7月 很难在这些波警察呢 7月23日 这个俄罗斯可能这件事就激怒了这个俄罗斯军部 向你射一些炮弹 而在这个俄乌导弹集击之前呢 这个 这些 从俄方看来呢 这个意味着这个习联斯基政府呢 依旧选择了听这个美西方的调遣 加上这个俄方又不肯签这个四方协定呢 就反而搞了一个 他就认为一个叫做镜像协定 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协定在那里玩东西 那就降低了这个 那就令到这个 俄罗斯觉得 喂我炸你那个奥德萨港 不是很难的 那第二呢 就说俄军发动攻击之后呢 这些乌方又没有停止执行这个协议的意思 反而呢就声称说 哎呀我们明天呢或者后天呢就开始装运第一批货文 那你说了什么呢就是这个 这个乌克兰方面呢 其实呢就很重视这个协议的 不过就偏偏在口上就不知道搞什么 那或者呢就是受到这个美方指使呢 对于这件事呢就 与其就说这个乌克兰之前用言语 威胁俄罗斯不如就说俄方是用这个实际行动 打击的乌克兰 而呢就毫无疑问就是西方 美西方虽然支援这个协定 但是同样都可能想着利用他们 比如好像美国呢就声称说要让这个俄罗斯为这个执行协议 还有使用乌克兰粮食 云往这个世界负责 那因此呢有关方面 就不可以调以轻心了 而美西方一定呢就会在这个协议上面的执行过程中就搞事的 那煽动这个乌克兰进一步的对立了 所以可能呢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就四方协议变成一个三方协议 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协议都是这个 俄乌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来的 就算呢 这个分析就说 虽然第一步就不太好 但是呢就应该呢就 可以 有得谈就好过没得谈啦 应该就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而俄军导弹袋袭击了奥斯德萨呢 也都有 有些分析就认为其实 因为这个乌克兰 想着和这个俄罗斯签了这个协议啦 那俄罗斯应该就不会 动手了吧 那他就 在港口拖了他那只叫做 半人马座级的 装甲攻击舰出来 马林浩 而俄罗斯炸的那只其实不是炸港口的 而是炸这个马林浩 那所以变成了你呢 和这个 粮食运输方面呢 的 关系就不是很大的 所以 也是 崖诈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 乌克兰 拿些 拿些 这些 军事 出来 那俄罗斯也说过呢 他会 袭击他的军事目标的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巴士的部推出的一个新服务 石楼台 石楼台提供独家的内容 给我们忠实的观众 订阅石楼台 每天不用港币2元 就可以看到我陆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团队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独家内容 帮我们在YouTube频道的节目 是不会减少的 希望你们能够 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在画面下面的资讯栏 点击石楼台的连结 就可以浏览到 石楼台的内容介绍 以及 免费试看 一些精选的内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网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楼台 请大家去石楼台看一下 多谢大家支持